什么意思 这么急约我出来 不会是为了给我脸色看吧 你少装帅 陈凤浩的资料是不是你找人偷的 是又怎么样 你现在跟我散伙了 我这么做 也是不得已 请你把资料还给我 你这么问傻不傻呀 你觉得可能吗 你真是 老高 我知道你就想跟萧一航争个高低 但是竞争需要遵守规则 不正当的竞争永远是为人所不齿的 况且直里包不住火 瞒得住今天瞒不住明天 一旦那条船出了问题 萧一航肯定会调查原因 真到水落石出那一天 后悔就来不及了 你跑这儿教育我来了 我问你 有人乐意买 有人愿意卖 两厢情愿怎么就不正当了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那条船就一定要出事 就算出了事 也是他自己买到手里以后出的事 你说你吃烧饼吃坏了肚子 你能带那个卖烧饼的吗 啊 高总 那条船怎么回事你自己心知肚明 你明知道有问题 你还非要促成这件事 你不是存心害人吗 什么叫存心害人哪 你说那条船有问题 你有证据吗 咱们人家跑得好好的 到了你手里就坏了 再说了 就算是有人在那条船上做手脚 也不是我指使的 跟我没关系 就是说 你是知道有人在那船上做了手脚了 甭想套我话 想叫针针啊 就得有证据 你没有 他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汗 你非要置他于死地 他萧一航总是压我一头 我就是不服 我就是想让他完蛋 现在他自己往套里钻 就凭你 你拦不住他 我要是想做什么事 谁也别想拦 有没有你 这事都得这么办 可我现在不明白的倒是你啊 你不是跟萧一航有仇吗 怎么现在摇身一变 弄得跟个救世主似的 我明白了 你想嫁给萧一帆是吧 无聊 无聊 我跟你早就没得了了 把资料还给我 你真是想得美啊 你以为你这样 他就能接受你做他的弟媳妇吗 你干过的一切 你以为就这样一笔勾销了吗 不可能的 干过了就是干过了 掩盖不了 也抹杀不了 就算你再怎么着吧 他终究会有一天知道 你到底为了什么潜伏在他的身边呢 到了那个时候 就凭他那个炮症脾气能饶了你 就算那时候 你已经成了萧一帆的老婆了 萧一航照样会对你这个弟妹不客气的 我以后怎么样是我的事 我做过的事我自己会承担 现在你把资料还给我 不给 你要是想跟我这么耗着 我奉陪到底 小姐 添水 先生请问 你请问刚才 进来的那位小姐在哪儿 里边第三间 请跟我来 请问 我已经知道我自己错了 所以我不能一错再错 老高 把资料还给我 求你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不可能的 这是今天的新厂 不是不错 这货 货布 我随便收拾你 妈 我该怎么办呢 高学成说的话 句句打在我心上 那些都是我害怕的 我害怕他们知道我是谁 害怕他们知道我做过什么 我害怕他们知道所有的一切 如果有一天 有一天一帆知道 蓬蓬的死和我有关 天哪 我不敢想 我该怎么办呢 妈 我们逃吧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之前 我们逃得远远的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就当我从来也不认识萧一帆 就当一帆 从没在我生命中出现过 也许我消失了 一帆就永远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他心目中 也许会永远保留一个值得他爱的形象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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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了 bu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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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